大家好我是北風雲 今天呢我要教給你們一個 讓你的裝備會變有重量 是你穿太多裝備 你就會覺得很重然後走不太動 喔有壓韻 首先我們先要給這個指令方塊打斜線 給小老鼠PCOMM 然後按Tab就會出現指令方塊 按Enter就得到指令方塊 最後也放在地上 之後呢打斜線scoreboard objectives add armor 這意思是說它加一個計分表 因為我們要用簡單的方式來看一下 你穿的裝備多多也就是多重 然後重的裝備防禦則比較高 也就是說防禦越高的裝備應該會越重 理論上會越重才對 所以我們就測試看它的防禦值多高 所以這個增加一個ARMOR這個 這個計分板 然後呢它的後面這個ARMOR 是可以測它的防禦值 就是你的玩家用的防禦值 假如說打斜線scoreboard objectives set display sidebar 然後ARMOR的話 你會看到我現在零點裝備 因為我沒穿裝備 但假如我放上一個鐵頭盔之類的 你可以看到旁邊這個ARMOR就變2 然後就放其他東西也是這樣變6 好之後呢可以知道你的防禦值多少 這樣就很簡單 我們這邊放一個連閃指令方塊 這邊打repeat 按repeat 按成repeat 然後這邊按成always active 之後呢 旁邊放一個紅石燈一個拉桿 然後第一個我不喜歡打東西在裡面 因為這樣可以直接複製後面的指令方塊 而複製這個的話就直接拿到那個連閃 所以這樣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從第二 所以這個裡面只有兩個指令方塊 第一個指令方塊呢 打斜線 effects小螺鼠A score armor mean等於15 就是你的裝備值最少在15 就是15以上 他就給你slowness slowness1秒0等true 然後1 欸沒有是1秒0 欸我剛說1秒0等喔 沒關係1秒0等 0等的意思其實就是1等1等的意思 然後true home就是不會跑出粒子效果 然後 所以代表我只要 打開這個 我只要穿裝備裝上15的時候 也就一整套鐵裝 鐵裝 83 15的時候我就會得到一個慢速 好然後之後拖下來就沒了 因為只有1秒的時間 然後第二指令方塊是要讓它更重的話 就要更慢 所以就effect小螺鼠A 跟前面指令方塊一樣 只不過這次看20 20就是全裝 就鑽石裝 然後就給你slowness1秒1等 然後true 所以這樣的話 欸 穿上整套鑽石裝 你可以看到 我20點防禦值 然後就會 慢速 就會慢速2 真的走很慢 這可以預防 就是玩家到後期的時候 那怪物都打不死 穿真的實裝的人 有沒有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好煩 穿少一點裝備 然後當他們脫下少一點裝備的時候 從哪裡開始 然後這邊就出現一隻苦力怕 就把他們殺死 哈哈 走在我的計畫之中 好啊指令看 指令看不清楚的 可以在影片下方看到 那我是北風雲 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掰掰